2023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 将于11月6号至12号展开 台东县政府在三沿湾 举行记者会 希望吸引国内外的冲浪好手 前来朝圣 今年特别所次结合冲浪音乐节 那今年我们在这个地方 除了国际的选手 也有国内的选手一起来比赛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方式 让大家来体验我们台东的好山好水 比赛之外 同时会发展我们整个东海岸的观光 所以我们也跟观光署 也跟我们的海巡署等等 大家一起结合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更加能够认识 我们台东的发展 记者会特别邀请台东的浪人 分享台东冲浪的浪点及经验 近期激起参与都兰国小海洋发展 教程的教练哈纳辛盖 及拥有18年浪里的资深选手 陈建祥表示 台东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冲浪 这个比赛带给我们台湾 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一些 冲浪上面的帮助 然后进而也接受 就是进而因为这些这个比赛 然后进而可以有一些厂商 可以进阶的 然后赞助我们的选手 然后让我们在台湾的冲浪这一块 可以蓬勃发展 其实台东真的是非常的棒 我们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来体验 所以不管是初学者或是我已经是非常资深的冲浪课 其实大家都可以来到台东来去做我们这个浪点的挑战 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今年迈入第13年 不仅首次同时起办QS5000男女短板积分赛及国内赛 许多国际顶尖选手将来台共同角逐高额积分 国内冲浪选手则是规划男女长板职业组项目 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个国家的顶尖选手将来到台东参赛 活动现场周边也推出SUP立奖体验 海洋所做体验冲浪市集 并结合11月11、12号的冲浪音乐节 带来浓厚冲浪摇滚的氛围 原始新闻法务的台东碑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